所以我们当时就准备了一个面包吃 万一要不到老虎咬坏了以后赶紧往医院送了 那我看出来了在你们团里忽必人之前 应该是在这时候吧 人和老虎都团了 绝对忽必人之前 能感觉到 这个也看我了 如果我不想进 他就说什么我也不会进去 他以开除公职来威胁你 那样威胁 我如果不想进他那也不行 那我就不进 那种预团长自己进吧 当时我是毕竟应该待时间长 他的一些性能我都比较了解 像动物 像你们看也看不出来 像我们看 他就是说当时高兴还是不高兴 亲近不亲近 我们一眼都能看出来 你看我们团的就好几个训练师 当时他就说你进去了 我先试一下 我们那个门不是两道门吗 他就进了第一道门 那老婆就这样 他说不要哈拉我出去 就二道门都没进 直接就出去了 我听说你也结婚了 你丈夫挺不愿意让你干招呼的 我和我丈夫同行 你丈夫也干招呼的 对 那他怎么说 平常就说过小心点安全第一 他还有一句名言 咱俩这个要死不能死一块 就是我们旁边的说你别进 就是说太危险 我说看他对我挺友好的 我先试一下 我就给我老公说 我说你在后边拿个铁棍 帮我看一下 如果不行我就出来 行你就诈过他一下 行的话我就进去 我这样说的 他说家还有孩子还有大人呢 你不要死也拉着我 死一块 我说你混蛋瞎说 不可能发生这事 我就这样说 我才整个都逗笑了 尽管曹甘敏和虎牛很熟 尽管丈夫在后面保护着他 但是面对凶猛的老虎 面对生育期间情绪不稳定的这位朋友 曹甘敏的内心还是忐忑不安 笼子外的人更是充满了担心 生怕有什么不测 你进去的时候真帮他住产了 肯定了 我就进去以后 刚开始你看一只二只的时候 他没有 他没 还有力气生没 三只也行 第四只都没有力气 当时 就你看生完第一只给他时间长 第二只中间从二只到六只 接门 然后都是三十多分钟 四十分钟就生了 当然时间短末 就生第四只的时候就又没力气了 他就是握着生了 生完以后就挑了一下 毛都没怎么舔干 我就用手给他 胡辣的小老虎身上的毛 在胡辣干以后 我就拿着吃那老虎奶 但是都说四只应该没有了 知道吗 他太累了当时 我就这样说 我说 我就不停地给老虎说话 你怎么都说什么呀 我说虎牛啊 不要紧张啊 我们关系这么好 我是帮助你啊 不会伤害你 我就这样不停地说话 生产期间 听说公虎的反应也挺大的是吗 对 公虎有什么反应 就是平常叫 你靠近吓死你 就是说不让靠近那个门